如果你問我這次洛克人要不要抽 我會告訴你就抽吧 為的不是什麼三大獎 為的是這隻救急裝甲的艾克斯啊 這隻艾克斯真的是強過頭了 不管怎麼樣就是把他拿回來就對了 那也有人問說原本的1%大獎 艾克斯會逆轉要不要抽兩隻 不用 抽一隻就好了 逆轉的用別人的當副隊長也可以玩 沒有逆轉的艾克斯搭配逆轉的艾克斯 這也是可以玩的 然後把剩下的7隻也都練到雙滿 那這邊有一點要小小注意一下 在你拿到這隻救急裝甲艾克斯之前 記得不要把1%大獎的艾克斯逆轉 因為逆轉之後他就變成7星的 就不符合這個全部6星10抽都雙滿的條件 所以記得喔 在拿到這隻救急裝甲艾克斯之前 不要逆轉艾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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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講三次吼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推薦這隻救急裝甲艾克斯 我們來看一下他隊長技好了 雖然是只有機械的硬限制 但是在歷經了2020年之後 神魔現在已經有很多實用的機械神卡 他也沒有綁定說一定要洛克人 你放其他機械卡進去 一樣是可以處理現在神魔90%以上的盾了 那再加上說他的符石也有艱鉅 雖然沒有說到全艱鉅啦 但是6種符石裡面有4種有艱鉅了 其實效果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那再來是隊伍技的部分 他一樣有一個炎秒的效果 重點是還會追打無數攻擊 這個簡直就是把EVA的隊長技翻過來繼續用嘛 你只要大於等於6秒結束轉租 他就會追打無數攻擊一次 那在正副隊長都追打的情況下 你的龍克如果是帶發動攻擊次數的 一回合龍脈儀就可以擠滿了 那擠滿了可以幹嘛 把衣罐打開 衣罐開下去你的機械組成員CD會減1 EP會加1 而且行動值還直接提升50% 你想喔一回合就可以把龍脈儀擠滿 那開下去行動值就直接加50% 下一回合再做一次一樣的動作 是不是整隊的行動值都全滿了 這完全就是把機械組的熱機時間縮到最短了 那再來主動技的部分 這個就更好解一些莫名其妙的盾了 例如說累積消除30顆水啊 或者是什麼版面還原 然後又要消到強化珠的 再來是這一個也是可以加combo的 那你如果技術好一點的話 去把牆割開 他也不會只有加1匡而已 CD8看上去很長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的隊長就是這隻救急裝甲艾克斯的話 他其實就是CD5而已 那還記得我前面說的嗎 每回合都有辦法把龍脈儀擠滿 每回合開衣罐 那這個減CD就讓他發動的速度更快了 那我們剛剛隊伍技的部分有一個忘了講 就是第四點他還會每回合幫你轉機械族符石出來 那種族符石有什麼效果 就是直接被動的防一些障礙珠嘛 例如說冰凍石化風化 這些都是可以直接防止的 OK總之這一張救急裝甲的艾克斯真的是太誇張了 想盡辦法也要把他拿回來 他是洛克爾裡面最有料的一張啊 那你會問說有天元鋼鍊你還要不要抽 我還是會跟你說那就抽吧 一來是合作通常都是一次性 會再復刻的很少 那再來就是天元跟鋼鍊其實都是著重在合體的輸出 比輸出的話當然是會輸啦 畢竟合體還是兩張以上的卡嘛 打輸單張就太丟臉了 但是這張救急裝甲艾克斯的傷害 其實對付現在神魔的血量也綽綽有餘了 我們都知道天元跟鋼鍊幾乎都是易傷的輸出嘛 那我覺得其實傷害只要可以把怪帶走的話 就已經夠了 除非你是傷害除啦 以上簡單跟大家做一下分析 大家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